那么这些象 所以叫做依性说象教 或言非者是破象显性教 讲一切吧都空 都要离一切象 离色身相会触法 这个破象是为了要显示真性 是为了要明了现性 那么再来 为性中一门 显了直指不说是非 第九月之第一 只有性中在直指人心 不说这个是 不说那个非 哪个是你的心性 实指人心 那么如今多众非心非佛 我们现在的人 这个法门有三种 性中相中空中 但是现在的人 讲到禅宗大部分都说 非心非佛 非理非事 敏觉之言以为玄妙 大部分人讲说 不是心不是佛 理事都要理 这种敏觉之言 敏一切相 绝一切相的这种说法 以为这个比较玄妙 比如说没有佛 没有众生 那么这个 以为这样子是很玄妙的 不知但是遮权致病之文 只此方便认为标的 不知道说这个是为了要遮权 遮就是遮止妄向 权是真性 叫做遮权 什么叫遮权呢 就是遮止这个妄向 妄向就是虚妄的 凡数的相就是虚妄 我们说 射不可以射箭 不能一身求 为什么 一切有违法 如梦万泡影 凡数的相就是虚妄 这个叫做遮 遮止妄向 虚妄的向 权呢 就是权显真性 叫做遮权 就是说 要把这个不是的呢 遮止以后才能够 全示出我们的真性 它是亲近的 它是无相 所以呢 所以非心非佛啊 那么一切都理的这个 只是遮权致病之文 致病就治疗我们的妄想执着 这个病 因为众生着相嘛 所以告诉你说 没有眼耳鼻舌声音 什么相都要离啊 离一切诸相啊 其名诸佛 这个字这个妄想执着的病 那么我们却 直此方便认为标的 我们却把这个离一切相的这些呢 方便法当作呢 它真正的目标 实际上呢 离这些相是为了要证得真性 证得真性 那么证得真性的话呢 才是真的目标啊 那么永明大师意思说 我们不要只有把一切把揭空的这个文啊 非心非佛的当作比较玄妙 如果人家叫人家念佛拜佛 礼敬诸佛广修共有 就认为不选啊 也不妙 对不对 像虽然也不用共佛 也不用拜佛 自信就是佛不用礼佛 自信就是佛不用共佛 也不用典香 也不用修功德 这个人认为说比较妙 因为他们离相 如果叫我们多修功德 多拜佛 多念佛 这没什么 老生常谈 这个比较不妙 所以这是一般人的想法 所以呢 永明大师认为说 我们一般人都认为非心非佛比较玄妙 离一切相的敏觉之言比较玄妙 那不知道这个是遮全 这个是遮止妄向 要全显真性的一个方便而已 它是治病之文 为了要对峙我们的妄想执着 所以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 这个是为了要让我们离一切相 那么呢 有时候全显的时候 也会跟你讲石头瓦利啊 对不对 那么呢 这个灯笼入住啊 禅宗祖师都会讲这些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说 遮全治病之文 只此方便认为标的 以为说这个就是很厉害的 这个其实只是方便而已 当作我们的目标 却不信表权直指之教 却不相信说表权呢 那么表权就是表示全显 直接显示心性的教 那么却不相信 那么不相信这个 比如说我们说 叫人家拜佛念佛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佛 这种呢 一般人是比较不相信的 叫说你一念念佛 就视心做佛 视心视佛 念佛法门就是这样啊 可是一般人觉得 这个没有什么啦 不是心不是佛 佛来佛展 磨来磨展 一般人就这个比较厉害 那么却不相信表权直指之教 不相信说我们要多念佛啊 视心做佛 视心视佛啊 那么那个 义佛念佛 千千当然毕竟见佛 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这些东西啊 是叫我们念佛拜佛啊 那么这些直指的这个 却反而不是很相信啊 不信表权直指之教 顿于实地媚确真心啊 离开了这个实地 真实的境界 遗失了真实的境界 媚确真心啊 不了解我们的真心啊 不了解我们的真实的心 如楚国与人任机作风 像楚国人呢 没有看过凤凰啊 看到鸡以为是凤 那么楚国人 他可能没看过凤凰吧 也许北方的有凤凰啊 那么楚国人没看过 他只有看过鸡啊 看到鸡以为是凤凰吧 对不对 以为是凤凰啊 那么呢 就是说不了解的人啊 这个是比喻说 有的人不了解说 我们直指人心啊 直接叫我们修行的方法 以为说啊 这些都一切都理 一切都绝 什么都不做的 那么以为说这个比较厉害 啊 这个就如同楚国的愚人啊 他不知道凤凰是什么 任机作风 啊 由春池小儿直屎为主 啊 春池就是有一个池塘啊 叫做春池啊 可能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池塘 那么这个池里面 湖里面呢 他有一种石头 很像宝石 很像宝石 就是说春池 就是可能是一个地啊 地方 然后这个池里面呢 有很多的石头 很漂亮啊 很像宝石 那么这个春池呢 小儿直屎为主 小孩子到那个池塘里面 捡到那个石头 都以为是宝石 宝珠 就像我们去海边啊 我们又不晓得什么宝石 宝珠 捡到一个东西 以为说我捡到宝了 其实那个哦 满坑满谷到处都是啊 那么呢 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我们捡到以后 就觉得说 哇 那个是宝啊 所以说春池呢 在这个春池当中呢 小儿呢 直屎为主 小孩子不知道 捡到石头 以为捡到宝石了 那么意思就是说 也是形容说 佛讲破相之教 只是一个 叫人家不做 这些种种的 这些有为法 只是一个方便 但任浅静之情 不叹深密之质啊 不叹深密之质啊 只是认着我们浅静的这个情质啊 没有去探究 他甚深密密的这个深奥的意志 迷空方便 其事真归啊 迷于这个空的方便 空方便就是说 叫我们不做啊 不分别 不想 不思维 不要做善 也不会做恶 通通通不做啦 这个叫做空方便 那么什么叫有方便 就是说 叫你的拜佛念佛 供养发心 实戒 那么这个也是方便啊 叫我们说 一切都空也是方便 所以这个谜在方便法 启示真归 怎么知道 它真实的只归 那么这个是 有名大师说 我们呢 其实 佛讲的法 就是分三宗 那么这个三宗 都各有各的 这个道理 如果是相宗的话 就是依性说相 依着这个真性来说 种种相 那么如果空宗的话 破相显性 为了要显示真性 那么性宗的话 直指 直指我们的心 心体 我们的心性 实际上都是佛说 不要偏执 偏执在一方 认为说 这一切法都空 没有心 没有佛 没有静 没有智 没有身心 世界 那个好像才是 才是比较就近的 再来说 问 说 佛就叫我们观空啊 为什么说有极乐世界 讲极乐世界干嘛 讲极乐世界 七重黄树 七重黄树 讲这个经有什么意思吗 应该讲说 一切法都是空了 讲这些有什么极乐世界 也有讲净土啊 我讲说种种菩萨行啊 这些的生命缘起啊 还有拟心即失不顺真辱啊 我们起心动念就失啊 就失就错失了 不能顺于真辱自信啊 动念即乖 尾于法体啊 就是说 一切的经典都叫我们要观空啊 不能起心动念啊 你心即失 动念即乖 这样都不对啊 现在怎么又要讲说 这个清净佛的世界 要庄严佛的世界 要成就净土 讲阿弥陀佛事事八愿 极乐世界怎么成就 极乐世界怎样怎样 讲那些世界干嘛 那么讲那些像做什么呢 再来第十页 说若论一像一味 只乃三圣全教 约礼而言 如果讲一像一味 就是空啦 这是三圣的全教 约礼就是约空礼来说 约空礼来说 那么如果依空礼来说呢 即以一切因缘而为过患 一切的因缘啊 度众生啊 发心啊 拜佛啦 成就中原净土 这个都是因缘 都是讲他的过患 都有他的过失啊 有为功德都是过患 就好像我们如果看过 达摩这个破相论 达摩祖师那个四行官 还有破相论 血脉论 里面都说 一切法都是空啊 自心就是佛啦 不用拜佛 自心呢 心呢 如果长期正念就有心相啦 不用共相啦 也不用共花啦 花就是代表我们心里面智慧 只是心里面如果有智慧 不用共花啦 也不用共灯啊 共有啦 那么呢 就是破相论里面说的 这是约礼来说啦 认为一切因缘法都是过患 多生疲劳啦 那么比如说 共火共花共香 那么拜佛念佛诵经 都是多生疲劳过患 那么这个是想说 因为站在空里来说啦 我们做这种种的事情呢 不能执着 如果有执着啦 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啊 那就是违背这个空的意思 那么接下来说 经所及者为显缘宗 如今啊 这个永明大师说 我今天所收集的啊 都是为了显示缘教 缘宗 一一缘起 皆是法戒时的 我每一个缘起啊 礼敬诸佛啊 称赞如来啊 广修共赢 忏悔业障 那么这一个呢 都是呢 法戒时的 都是一生法戒当中 真实的功德 所以我拜佛也好 供养也好 忏悔也好 那么称赞也好 啊 那么呢 都是呢 真实的功德 啊 并不是 生灭的依缘 啊 再来说 不成不破 非断 非长 啊 那么不成就是说 其实说这些相 也没有说这个相 这些相都本来就虚妄啊 虽然说 礼敬诸佛啊 供养如来 也没有能供养的人啊 啊 但是又不坏事相 叫做不破 非断 非长 啊 非断就是不是断灭啦 啊 不是说一切都空就好了 也不用拜佛 也不用念佛 啊 但是呢 虽然拜佛念佛 可是也没有说 我在拜佛啊 因为当体就空啊 啊 就好像有人说 啊 你如果念佛 就有能念的心 所念的佛啊 拜佛有能拜的设身啊 所拜的佛啊 那么这样能所分然啊 啊 这个事相不断 这样怎么能够 证得真理呢 啊 可是实际上 它当体呢 就是 就是空啦 啊 能念也不可得 所念也不可得 啊 所以非长 乃至神辨思为 皆法如是故 啊 乃至 以种种的这个 啊 神通变化 啊 那么思为 就是说 佛菩萨的度众生 种种的 啊 这个变现啊 或者是 这个啊 感应啊 这些都是法如是故 啊 法的真实性 就是这样 都是一真法界 本来具有 如是的功德 啊 非假神力 占得如是 啊 并不是假这个呢 做意啊 神力就是做意啊 故意照做的力啊 啊 善得如是 善实是这样 啊 意思呢 下面说 才有一法原生 无非兴起功德 啊 我们现在有一个法原生 拜佛 念佛 我供养 我供养 忏悔 发心啊 布施 啊 那么任何一法 因缘所生当中 无非是呢 性起功德 就是说 如来藏 自信 亲近心 我们的本性 所起的功德 啊 都是呢 合乎于 啊 我们的本性 都是归于 我们的本性 啊 并没有说 我在布施 就是要做 着世相啊 我在呢 啊 忏悔 拜佛 念佛 就是 有为啊 功德 都是呢 本性的功德 啊 所以 华元 晶云 此 华藏世界 海中 在我们的华藏世界 里面啊 不论若山 若何 不管是山 或者是何 乃至树林 尘茅 等处 乃至这个 山上的 这树林啊 啊 森林啊 乃至这个 微尘 乃至茅 法 等处呢 一一 无不 皆是 乘真 如法 法界 具无边的 啊 每一个都是 秤合于 真 如法界 都是有 无量 无边的 功德 啊 所以 这个是 华元经说 如果站在 一真 法界 来说 山 和 大地呢 是一个 树叶 一个 茅 法 一个 围成 全部都有 无量 无边 的 功德 这是 站在 一真 法界 说 那 如果 站在 破一切 像 的话 山 也不 可得 核 也不 可得 树 也不 可得 那当然 围成 毛 法 当然 也都 不 可得 因为那 都是 凡所有 像 皆是 虚妄 那么 这个是 站在 他的 破除 妄 像 来说 是这样 可是 如果 站在 华元经 的话 一围成 一毛 法 全部都是 一针 法界 所以 我们这个 经典 里面不是说 于一毛端 现宝 王岔 作为 成礼 转大 法轮 所以 一毛端 亦 为成 都是 真如 法界 都是 一针 法界 都是 具有 无量 无边 的 功德 换句话 就是说 如果 站在 一针 法界 来说 有 我们 也 不用 去 排斥 山 和 大地 对不对 我们也不用去排除我们这个身心世界 乃至我们的围成毛法 都是秤 真如 法界的 那么那个时候 就不说 无眼耳鼻舌生意 眼耳鼻舌生意也都是真如 法界 对不对 那么如果讲 无 色生相会出法 色生相会出法也都是真如 法界 就像 任元经说 都是如来 藏妙 真如性 那么都是一针法界 那么 色生相会出法都是 那么这个是讲 一针 法界 真如法界 来说 那么如果要讲 一切皆空 那色生相会出法都不行 眼耳鼻舌生意也不行 那么这个 古籍灭道也都没有 那么 十二月元起也没有 六度万人也没有 所以 我们要看 这个佛法它 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说 那么我们要用圆容的方法去了解它 了解佛的意思 不要用矛盾 什么叫做矛盾呢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不要说 拿佛陀的矛攻佛陀的盾 那么 这个佛法里面 我们空中 我们执着说 一切皆空 讲人家念佛 这些种种的功德 都是有为 都是生灭 或者是我们执着 这个有为的生灭 觉得说 你都没有要保持 都没有发心 只要上经念我们而已 只要听经 叫你们出来也没了 那么这样 用这个来攻击 那个来攻击 这样的话 都是不好的 应该是说 反正每个人缘起不同 各做各的工作都很好 只要不是 不要说这个 谈成枝 不要说我像人像 这样就好了 每个人缘起当中 就要像以前的人在批评 批评说 现在人在批评说 以前 古代这种的佛教 都是山灵佛教 都是在山上修行 都不能不出来度众生 所以现在人就说 要人间佛教 佛法要走入人间 要在人间里面去布施 要去行善 去关怀 这样才叫做佛教 你们如果还躲在山上 那个就不叫做佛教 那不是佛陀的意思 那么所以说 以前人都是山灵的 当然现在也有 当然这个都是属于 那么有的人就说 你在那都是有的功德 你都要弄着相 你也没了生死啊 等等的 所以我们如果是佛教徒 应该是用圆容的方法 去看待每一种的修行 而不是用自己呢 用佛陀的毛 供佛陀的盾 对不对 那么这个叫做 叫做内讧 所以我也成立一宗 你也都不是 你也成立一宗 那么就八宗以外 又多了很多宗 那么实际上佛法就是一法而已 不用再立那么多宗 对不对 佛法就是一法 我们想办法去把它圆容起来 这样是才对 而不是说 你做的不对 然后别人说我们做不对 那么我们要了解说 这是缘起里面的一个不同而已 每个人缘起里面 我的这辈子就是要修福德 他可能对听经文法 他没兴趣 那我们这辈子可能因缘 有的人说 那他可以深入经账 他可以了解 那么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 但是都是佛法 所以这里也是一样 有时候讲说 一切都空 这个色和生相会 主法都不能制作 那么在华元经里面说 不管三合大地 乃是树林 围城 毛法 都是一帧法界 都是啦 都是佛法 一切法都是佛法 那么所以说要看 站在什么样的角度 所以这个 因为永明耶稣大师 他所面对的环境 是在唐朝以来 禅宗兴盛 禅宗兴盛以后 有的人对禅宗也不了解 就认为说 你们都在拜佛念佛 都是修有为功的 或者是研究经教 这个入海算杀 又不能够算出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佛法那么广大 那我们众生 你都算别人的宝 没有算自己的宝 算佛陀的宝 学经教的人 禅宗如果问说 譬如平人属他人宝 善恰人去算人的钱 对啊 像说我没钱 我在去人上班 我算什么都保人的钱 不是我的钱 对不对 属别人的钱 那么禅宗就会说 你们研究经教 都是属佛陀的钱 又不是你的法 我们应该要呢 要去了解自己的法 自己的佛法 所以因为永明耶稣大师 他的时代是这样 所以他才强调说 要修万善 要布施 要慈戒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佛法它是理事圆融 理事圆融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好 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看第十页 倒数第三行 说问 经云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 那么这个是讲说 金刚经啊 所谓一和相其实不可说啦 但凡夫之人呢 贪着其事 金刚经里面说的 一和相就是说我们众生啊 世界就是一和相 那么我们五蕴设生也是一和相 为什么一和相 世界是地水火风啊 何何相所成啊 所以世界 所谓世界即非世界 世民世界 那么我们众生呢也是五蕴 何何而成啊 所以所谓众生即非众生 为什么呢都是色寿想行事啊 我们送生无云何何的 所以这个都是一和相 那么呢 金刚经里面说 所谓一和相 者即是不可说啦 不可说有众生有世界 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 但是凡夫啊 执着这个四相 执着这个一和相 认为啊 世界是生的 那么 认为这个色生是真的 众生的果报是真的 对不对 我们看 这个众生无常 我们也要观察到说 实际上呢 我们也是 我们的生命也是无常 只是因缘合合而已啊 因缘合合 希望有生 那么当他在生的时候呢 实际上 都是一个建立在一个无常 或者是不坚固的一个缘起里面啊 但是凡夫之人贪着其事啊 就是说不了解他是一和相 由众缘合合的啊 所以这个是金刚经讲 所以幼云起相凡夫呢 随以为说啊 许相凡夫呢 随着因缘啊 方便来说 若得离本万行巨原 何须事迹而心照作乎 那么我们只要这个得到离体的根本 那么我们一切的万行全部都圆满啊 何必要在四相上面啊 心照作乎 为什么要在四相上面叫你们 布施啊 持戒啊 叫我们发心啊 修功德 拜佛念佛 只要悟得离体就好了 为什么要在四相上面做呢 那么 有名大师说 此事破贪灼直取之文啊 非干因缘事相之法 就是说 金刚经讲这样 那么 或者是经典里面讲这样 是叫我们破除这个贪灼啊 比如说 因无所助行于布施啊 是叫我们不要执着由我像人像 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去布施啊 啊 那么呢 所以金刚经说 因无所助行于布施啊 不是说 因无所助不要布施啊 对不对 他叫我们行于布施呢 那么 因无所助行于持戒啊 忍辱啊 因无所助啊 那么 而生其心啊 生菩提心啊 慈悲心啊 要修一切善法啊 那么 以无我像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修一切善法啊 即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 经典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啊 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做啊 所以 非干因缘事相 所以我们经典里面不是说嘛 因无所助行于布施啊 不是说 因无所助所以不要布施啊 他没有这样讲 佛陀不是叫我们不要布施啊 只是说因无所助而已啊 啊 行于布施啊 布施内无所助 那么 所以说 这是破贪着直取之文啊 非干因缘事相 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啊 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做啊 所以 静明经 就是维谋节经说 但除其病 而不除法 就是说 只是要去除这个病 不是叫我们去除这个法 比如说 叫我们啊 布施要无所助 只是叫我们不要有我像人像 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布施 叫我们拜佛啊 要离妄念 要无所助啊 只是叫我们说 我们拜佛的时候 礼佛供养修行的时候 不要有我像人像 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去拜佛 不要去做功德啊 不要去发心啊 并不是这样啊 所以说 但除其病 而不除法 并不是叫我们不要持戒啊 那么 金刚三昧经缘 有二入 一理入 二行入 有两种法 能够呢 进入这个佛法 那么 一个是一理 来进入佛法 一个是一行 来进入佛法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有时候 一理呢 观这个理来进入 有的时候呢 是一行呢 也可以进入 然后 一理倒行 以行原理 用这个理呢 来引导我们的修行 就是像说 我们波热如木啊 五度如足 那么波热就像眼睛啊 它可以引导我们 波斯瓷界 忍入 精进 禅定 如果这个五度 没有波热的话 没有眼睛引导的话 会走错路 那么 以行原理 就是说 我们要以这个行 比如说 波斯瓷界 忍入 禅定 来圆满这个波热理啊 不是说 只有观波热空 然后 也不去 布斯瓷界 忍入 禁定 利益众生 所以应当是 以理 以导行 以行原理 然后呢 又菩提者 以行入五行 以这个呢 修行 进入五行 再来说 以行者 圆一切善法 无行者 不得一切善法 什么叫做 以行入五行呢 这个行 就是说 我们要修一切善法 然后呢 入五行就是说 我们虽然修一切善法 但是呢 不得一切善法 就是不住于一切善法 无所住的意思 虽然我们修一切善法 可是我是无我相 无人相 就像我们现在修一切善法 我们呢也是无我相 无人相 我们现在布施啊 发心啊 或者是现在我们救灾啊 发心 我们也都是无我相 无人相 不能说 我做功德多大 我做多少事业 那么所以说 行一切善法 而不住一切善法 叫做 以行入五行 无行 即可自理亏行 直行为理 那么呢 怎么可以停滞在这个理呢 当中而亏就是缺 缺少这个修行呢 停滞在理当中想说 哎呀 反正众生都是空啊 不用去布施他啦 反正他有他的因缘果报 他自己去觉悟啦 对不对 让他自己去受苦嘛 让他自己去觉悟啊 那我们又不用去管他啦 所以自理亏行 或者执行为理 那么反过来就是说 执着这个行 然后违背道理 就是说执着说 我这样做才是对的 我应该要这样做 然后呢 或者是做这样子以后 我执着觉得自己很有修行 我很有功德 就像这个 梁武帝跟达摩祖师一样 他见的达摩祖师就跟达摩祖师说 我见了很多寺庙呢 师父你知道吗 我见很多寺庙呢 然后我布施很多啊 我共有很多出家人呢 达摩祖师你是八卦吗 对不对 那么就是有一点 讲说他执着这个行啊 他不知道我所住啊 所以达摩西来的时候呢 那么他梁武帝 第一个就讲说 我布施很多佛事哦 我见很多哦 我布施很多出家人哦 就讲这些 就是执行为理啊 执着这个行 违背理啊 那么当然应该反过来说 达摩祖师说 你真有修的呢 那么梁武帝说 没啦 我没修了 这样才对啊 应该说 达摩祖师就说 哦 听说你们这个呢 东土佛教很兴盛 那么 如果梁武帝说 随缘尽奋嘛 这样子 那么就无所住了 但是呢 执行为理啊 执着这个行 来违背这个真理 再来说 祖师马明大师说 在大圣起信论里面说 信成就发心有三 就是说 这个实信位的啊 他们呢 信成就发心有三个 有三种心 发三种心 第一个 第一个 执心 正念 真如法固 第二个 身心 乐己一切 诸善行固 第三 大悲心 欲拔一切 众生苦固 啊 那么这个信成就发心 有三个 就跟我们 观无量寿佛经说 发三种心 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第一个 自成心 自成心 就是这里的执心啊 正念 真如 真如是无我无法 无我相无人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所以我们执心呢 第一个自成心呢 就是说 我们没有我相 不管我们做什么 没有我相 那么没有法相 不要执着这些境界 这些法 所以叫做执心嘛 就是 我们的观无量寿佛经 叫做自成心 我们呢 念佛的人呢 也是要自成心 什么叫自成心呢 我布施 没有我相 我拜佛 没有我相 我念佛 修行 没有我相 比如说 哦 师父 我现在都一天拜多少 还没看到人就说 师父我现在一天拜多少 那么这个就有我相 我说师父我当 有些居士呢 就会讲说 师父我你说 我讲清流的赞 我也看过 讲清流的赞 我也看过 什么他都看过 然后呢 就是很多大德啊 他都见过了 就会讲说 哦 为当时开始学佛 那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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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那我们执心这念真理 就是没有我相 没有讲这些 啊 讲这些 啊 得得得烙 啊 就像在家 在家众也会 出家众也会 出家众也会 出家众就会说 我出家多少年了呢 你算什么 啊 那么这个就是由我相 对不对 所以我以前就讲说 啊 那些哦 越多年要不越见识 越多年要不越见识 越多年就收到现在 又没收了 没什么进步啊 啊 说越多的不是 越老虎 啊 就是说啦 如果这样想的话 讲的说 哦 我学佛多久了 我以前就皈依了 怎样 啊说越多是越老虎 才有什么说到嘛 啊 如果这样真的 这样想起来的话 啊 那应该是说 越共是越 越惭愧 啊 对不对 那第一个执心就是没有我相的 啊 我们拜佛念佛 做功德也都是没有我相 啊 也没有法相 啊 那么在 观景呢 就是说 自成心 啊 自成心就是 成就是真实心啊 啊 那么究竟真实的心 叫做自成心 究竟真实的心就是真如心啊 真如心没有我 啊 啊 啊 没有再说我是种族啊 啊 我是全世啊 啊 我是什么人啊 啊 啊 我多努力怎么样 啊 啊 那个都是由我相 啊 啊 那么我们呢 这个执心 我们念佛也是要执心 自成心 啊 第二个呢 身心啊 啊 就是说呢 啊 乐极一切诸善行故 啊 乐于修极一切的善行 啊 我们乐于去修 啊 不失慈戒忍入禁禁 喜欢啊 啊 喜欢呢去修啊 啊 啊 那么乐于去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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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大悲心啊 啊 欲拔一切众生苦固 那么就是我们 啊 啊 《观无量寿佛经》叫做 回向发怨心啊 啊 发三种心 就会往生极乐世界 第一个自成心 第二个身心 第三个回向发怨心 啊 回向发怨 也就是大悲啊 啊 那么回向发怨什么呢 就是要发这个大悲愿啊 要 把一切众生的苦 要度 这个众生 希望众生呢 能够离苦 那么这个 讲这个马明大师的 就是说 叫我们呢 发三种心 所以呢 不是只有说 执心正念真如 一切法皆空就好了 还要发生心呢 要修一切善法呀 还要发大悲心呢 要能够去度众生啊 啊 啊 三种心要圆发啊 不能只发一心啊 啊 如果只有讲说 啊 一切法皆空啊 不要修善啊 也不用管众生啊 那么这个就是呢 只有发一种心啊 啊 那么圆满要发三种心啊 啊 所以用这个 大圣其心论来说 啊 再来说 论于问 论上面呢 大圣其心论上面就说 算说 法界一相 啊 前面不是说吗 这个法界呢 真如法界是一相而已 一相就是无相啊 离原相 离心原相啊 那么佛体无二 我们诸佛的体性无二啊 何故不唯念真如呢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在其心论就有人问啊 所以为什么不要直接意念真如 思维真如理啊 然后富甲求学诸善法之行呢 为什么还要学种种的善法呢 还要利益众生 还要发大悲心呢 不是直接观真如理就好了吗 真如理是真理啊 啊 啊 那么论达 其心论里面回答 说 比如大魔尼堡 体性明镜 啊 就好像一个大魔尼堡珠 它的体性本来是光明的 有光明啊 而且它是洁净的 啊 但是呢 却而有矿慧之垢 啊 矿就是矿土 矿沙啦 慧就是污泥啊 臭粪啊 这个叫做慧 啊 所以呢 就好像我们呢 寶珠是很光明清清 可是它有矿沙呀 有一些垃圾啊 髒东西啊 若能虽念宝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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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